我真的很難夾耶 你看都掉不下來 兩眼全神貫注 把爪子移到目標上 一次 兩次不僅沒夾到 還離洞口越來越遠 夾娃娃機怎麼這麼難 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投了好多硬幣 但就是夾不到娃娃 日前由日本節目到台灣挑戰 200次只成功4次 直呼真的難度超高 試了一下 這商品出洞口 真的是最遙遠的距離 還有觀光客頻頻共沽 鈔票對比一張一張換 花了300塊只中一個 反觀日本夾娃娃機 爪子較大也較穩定 抓取物品時不太會晃動或鬆開 有民眾說大約嘗試 兩到三次能成功 在這個保夾金額之前 挑戰度其實比較高 大概花個五六十塊 夾不到就放棄了 價格算一算 在台灣夾一次十塊錢 不少民眾說保夾錢 幾乎不用想夾到 日本娃娃機夾一次一百日元 大約是新台幣二十一塊 運氣好的話 三百日元就能取貨 但有可能是你我 真的比較不會玩 有專業的玩家分析 走一遭台灣娃娃機店要滿載而歸 爪子晃動節奏 入境擋板高低 通通要經過 精密計算 比較高的東西夾起來比較容易 那他可能爪子也比較好對 那相對的你如果前面有做一個溜滑梯 那他是可以寫過 我們的娃娃機的洞口的時候 他是有機會就是直接滑出來 到洞口到我們的取物洞裡面 專家建議鋪路真的很重要 或是遇到擋板比較高的機台 要先運用商品當基底 把周圍墊高 夾取成功機率比較大 另外如果商品堆得很高的機台 可以利用剩餘時間 用爪子來回推波 讓商品滑落下來 據個新聞 李建委餘品捷台北傳報道